新北市各区图书加强各项防疫的措施 设置了书本以及耳机除菌机 并且推出阅读便利包快速借书的服务 希望能够降低接触的风险 进入图书馆除了石连制 两体温恩戴口罩 书籍的消毒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这个是消毒书 对消毒箱 就可以在这边把书放进去就可以消毒了 我们通常就把这个书摊开之后 因为它会把这个书液弄好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里面去 然后我们盖起来之后 给它打开给它 这个书就放到里面去 对对对 它会自动消毒吗 只消毒这一页还里面的页 它会有一个风扇然后这样子吹 对就可以消毒到 然后盖起来之后呢 市长请按一下 对按一下 然后它就会30秒的消毒 除菌机是书籍的好朋友 透过紫外线跟风扇的设计 只要30秒就搞定 新北各图书分管的除菌机设置 让阅读在防疫期间也可以很安心 我们一进门就开始 尽量用不借书的方式 来采取书本上用除菌 以及用事先包裹室把它装好 让民众携带方便 那所有借书的地方都会做好 清销 以及让民众最方便的借用 防疫期间可以多多利用 阅读便利包提供快速借书的服务 也持续都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资料 让民众更便利的使用图书馆 对 因为我们本身有很多的电子书跟电子期刊 所以这些资料也透过这个平台 都可以查阅得到 就是我们电子书存量给大家来享用 图书馆的活动多 新春期间借书 有机会拿到喜气洋洋的服带 另外参加特别安排的手作活动 就连硬紧的T恤都可以自己轻轻松松做出来 记者沈志永新北市采访报导